最近他的人生第一只锦回单位了 他每天可可快乐了 他才不会想我呢 那 我们回哪儿啊 还是去他家算了 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这两年 你做的比我预想的好得多 咱别自吹自擂的城市 你得下班了 明天我们再详细地聊一聊 升空测空的通信问题 你这下班的闹钟这么准时啊 我答应过嫂子要监督你 这两年绝对不让你加班 今天我和你一起下班 这加班小旁人跟我一块儿下班 不会是公主奸下到上海了吗 她的戏杀青了 看来不用独守空归了 有时间带着公主殿下来家里吃饭 你嫂子惦记着她呢 行 这次你也有空 我提醒你啊 殿下不喜欢这个称呼 你再这么叫她 她会发脾气 我又不怕她发脾气 冲我发脾气 我发脾气 你也别美 你也别美 嫂子那边呢 她也会告状 我说你们两个都几岁呀 我说你们两个都几岁呀 我才不想她呢 你想的道理 别那么懵叫 余老师肯定不可能翘班来接你呀 她肯定很想来的 她才不会呢 最近她的人生第一只锦会当命的 她每天可快乐了 她才不会想我呢 那 我们回哪儿呀 还是去她家算了 大夜戏感 杀青实在太累了 早上又要赶草班机 我要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补个觉 不用给我解释那么多 我都懂的 交通 我说你这谈了恋爱以后 人模人样的 还是现在 遇上她喜欢吧 以后再说 你是不是打算 先结了婚 然后再原型逼我 你这可算是骗婚啊 严重了啊 我们家女明星 今年在上海的时间 降了起来 一个月零十天 谁骗谁呀 这事得论证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